拜拜 这点的外卖到了 那个茶叶蛋 简直不要太赞啊 我的天哪 出了第一件事 先寄快递 把这段时间累积的快递都寄了取了 现在可方便了 用风筹一键搞定 还有人上门取货 我看街上都没人戴口罩了 先来一杯蜜雪冰城 然后和朋友约在路加嘴 中午去吃一个有名的川菜 一个江湖菜馆子 你看到处都在排队 我们到了 先起半步巅 这桌上怎么都这么大一盘子 先干为净 这是点的长中宝 香辣长中宝 然后 这个是特价的 好大一盘啊 只要9块9 单子太大了 我们真的吃过来 我们已经吃了半个小时了 本着这些菜 完全都没有 下午又去田姿坊溜溜彎 这儿就是一个旅游景点 真的是卖的跟其他城市的东西差不多 然后有那些文创店呀什么的 大家走走看看就好 之后呢 去了摩都最大的潮玩店 在淮海中路 X11 真的好大呀 占地2000多平 8000多种潮玩种类 我看上这个熊 嗯 买不起 你看价格溜了溜了 各种盲盒 手办雕像都有 不会是潮玩这个天堂 沿着淮海中路走的时候 又发现了一个拍着超长队的光明春大酒店 月饼 据说鲜肉月饼很好吃 然后又来了这家 说是全上海最潮最潮的商场 真的是潮到我了 完全不理解他们在卖什么东西 还是比较适合年轻人逛的 发现了一个卖化妆品 小样的地方 叫做化媒 感觉还不错 我以为就是人挺多 这个牛角包也是 哪哪都是排队的 晚上呢 去河边走了走 散散步 好了 今天影片就结束了 拜拜